韓国网拍直播不间断 但明明出国还没放宽哪都去不了 这些美美的衣服哪里找 业者在疫情中求生路 除了跟当地熟悉的店家直接订货 韩国批发商也开发出线上网站 或是请小帮手现场代逛 虽然不能出国成本可没减少 光货运就吃不消 以每个月500公斤的叫货量为例 疫情前运费每公斤大约70元台币 疫情之后飙涨一倍以上 每公斤大约160元台币 尽管省下一往每月飞两趟7万元的旅费 但加加减减成本没有降低很多 最多的时候就是应该有 像我身上的这件以及架上衣服 以往都是代购业者出国带回来的 但疫情影响将近两年的时间 像是欧美代购有些国家城市封城了好几个月 让他们的生计顿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欧美代购大多主打高单价 以往业者每个月亲自飞一趟 现在也是得靠当地小帮手才买 却让进货价高了将近百分之七十 加上国际运费飙涨利润越来越低 贴货成本大概是多了五六成 多了买手费运费 完全没有就是任人家喊的 所以没有一个标准在 基本上这个东西在欧洲售价的 5%至10%不等 代购选物方式越来越多元 不管是跟当地买手合作 或是直接越洋点线 还是得等能够自由进出国 亲自采买才能为消费者挑更多好货 TVB的新闻正盛为林立特报道